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起震惊全国的特大偷渡案件 在警方历经十个多月的侦查追捕 以及近一年的审判之后 终于尘埃落定 而说起这起案件 还是由两年前的几封举报信引发的 2007年10月17日 厚厚一叠由兄弟单位转交来的举报材料 放在了危害边防支队参谋长从波的办公桌上 这叠材料就像一颗重重的石头压在了从波的心上 我当时卡了这个举报信以后 我就发觉 这里面是尽藏了一个特大的跨国放在探户 一封封血泪斑斑的举报信 记录着满指的辛酸泪 一个个悲惨的故事 共同控诉着一桩罕见的偷渡案 他们手持偏取的趋劲争眼 与旅游的身份 到达埃及 到达埃及以后 在当地的石头的组织下 采用着突不穿越遍影的方式 通过埃及和以色列遍影 把这些偷渡者介绍大海贡 在以色列当地 深感案情重大的从波 连夜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案情 在得到上级的指示后 危害边防支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全面展开了侦查工作 看到这里 许多观众都会联想到一个词 舌头 它特指为专门组织非法偷渡 从中谋财的人 过去我们在电影电视里 没少看过有关舌头组织非法偷渡 导致偷渡客受到非人待遇后 被遣送回国 有的甚至走上了不归之路的悲惨故事 正是由于出境后的种种遭遇 与舌头之前鼓吹的满地黄金路 大相径庭 许多感到上当受骗的偷渡者 集体向危害市边防检查站 报了案 举报人员很明确说 其中以张军胜为主 如果说把这个偷渡网络 比喻成一个金字塔形状的话 应该来说张军胜这样的人 在我们当时我们一接触到 我们头脑里边就认为 他应该属于金字塔底层的人 根据青年 专案组认定 举报信中反映的舌头 只是冰山一角 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 巨大的偷渡犯罪集团 那么是立刻抓捕 还是放长线钓大鱼呢 如果我们一接到绝望 马上就抓张军胜和陶景松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他们这个偷渡链条 就此就断掉了 根据这个清华 我们经过研究 决定分三步走 一是得于出国医院进行调查局证 而是得于他们所反映的组织者 在明确办案方针后 专案组对侦查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署 经过长达数十天的持续奋战 一个纵横交错 组织严密的偷渡组织 逐渐呈现在专案组的面前 在该案中 被举报的张某等人 主要负责组织偷渡人员 北京的全某和另一名张某 负责为偷渡人员 办理商务考察签证 而案件的指挥者 是当时居住在境外的 福建人林某和烟台人谢某 他们负责联系埃及的偷渡集团 转送偷渡人员越境进入偷渡国 并安排他们在境外非法打工 通过我们长期的命运侦查工作 我们掌握了大量的犯罪信息和情报 但是通过我们的侦查工作 也发现因为互相之间的矛盾冲突 他们现在已经停止办理这个偷渡到 以色列打工的这个手续了 但是张渝胜他们的人还继续办理 偷渡韩国打工的手续 然后呢我们就把工作重点 适当的转移了一下 转移到韩国方向 2007年12月 专案组意外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群众举报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张某 陶某等人准备安排十余名偷渡人员 从北京首都机场偷渡去韩国打工 鉴于案情基本摸清 转租决定在其边界通关时抓获现行 2008年1月初 侦查人员通过监控发现 张某陶某等人入驻北京七三环某旅馆 十余名偷渡人员也陆续集结着该旅馆 现在刚才真得了个消息 那边来电话了 说是张军胜马上要到麦当劳去 专案组通过内线得知 张某与一个外号刘姐的上线 准备在附近一家麦当劳餐厅接头 先说麦当劳是地形吧 麦当劳的后边这是一条小巷子 巷北可以一直走很远 走不出去这一片区域 然后它后边也有一条小巷子 有一条小巷子几乎是可以从这边进去 以后再从这出来 麦当劳的锦西就有一条路口 然后向东稍走大概300米的地方 还有一条路 通过对麦当劳餐厅周边地形的详细分析 专案组制定出了具体的跟踪监控方案 一个原则就是他要是来街头 张静盛住的宾馆 咱知道住在哪 所以咱们没必要跟踪张静盛 我们的目的是跟踪张静盛的上下 现在咱们责任再分工明确一下 周刚 你因为张静盛和你认识 你到时候就在麦当劳 东边大概300米路口的地方 你打一辆出租车 放在那待命 然后刘兵你张静盛不认识你 你就打一辆出租车 就在麦当劳门口放在这里 然后我就在麦当劳的正对面 就负责监控他 然后我们到时候 有什么问题的侧应吧 行 根据任务分工 几名侦察员在麦当劳餐厅外严阵以待 我们就在麦当劳的外边 展开了这个严密的监控 然后监控了一段时间呢 可能张静盛和刘姐事情谈完了 谈完了之后 两个人就是 同时从麦当劳餐厅里出来之后 两个人就是挥手告别了 张静盛就回自己所居住的军馆了 侦察员周刚 立即按原定计划打车跟踪刘姐 可没想到的是 刘姐乘坐的出租车 在街上兜了个圈之后 又回到了这家麦当劳餐厅 这让侦察人员感到十分意外 跟踪了大半天 伤线刘姐却再次回到了麦当劳 负责跟踪刘姐的侦察员周刚 也随之跟了进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意外发生了 周刚出乎意料的看到了犯罪嫌疑人张某 这一个突如其来的账面 让专案组立刻紧张了起来 我们当时非常紧张 因为当时张军胜看到我们 侦察人员进门之后 他和我们侦察人对了一下眼睛 对了一下眼视之后 据我们的当时侦察人员说 张军胜震了一下 我想可能当时张军胜事感觉有反应 对有反应 原来早在2005年 张某就因涉嫌偷渡 被侦察员周刚调查过 所以他们觉得张某很有可能认出了周刚 你把你当时一进门 和张军胜碰面的时候 当时张军胜的表现 你再甩一下我听听 我一走进去的时候 我第一眼就看见张军胜 张军胜突然一回头 跟我站在楼梯口的时候 眼睛对了一下 张军胜上的位置是正冲着楼梯 正冲着楼梯口 正冲着楼梯口 我一上楼的话 我的人就是面对着 人直接对他们桌子 就这么轻松 所以说以后跟走 我真的不能出现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正当严锐等人坦特不安的时候 偷渡分子行动的突然改变 似乎证实了 他们的担心并非启人忧天 现在肯定是有问题了 刚才和王队交流一下 不论是北京这边 你看看 北京这边张军胜 现在也不动了 本来不是说人都已经在 交通旅程都已经住下来了 马上就要走吗 现在也没反应了 威海那边也是 王队刚刚打电话和我说了 威海那边也是 咱们监控的对象 现在都停着活动了 肯定是哪里边出问题 就是有从来晚上那个查 小博士 但是其他人 有什么其他情况 你那边是不是肯定没有问题 我感觉我这边是没问题 我 还能是 不许我跟踪 跟踪丢了的时候 我打个电话 给处子车公司 问那个处子车司机的电话号码 处子车司机告诉他 一夜之间 蛇头们突然停止了一切犯罪活动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难道是边防干警的跟踪行动暴露 打草惊蛇了 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危害边防又将怎样再次 引蛇出动呢 刚才和王队闹了一下 反正不管怎么说 现在他们不活动 咱们也没办法 为了防止 不知道哪地方出问题 所以咱们现在就是 以防万一 咱们就停止 所有的侦察活动 今天咱也不出去跟踪时候 张某停止犯罪活动 使侦察工作 一直陷入被动 如果因为麦当劳的一次碰面 使北京的秘密侦察暴露 那么后续的破案工作 将难以展开 但很快 危害方面传来的一个消息 似乎又给这场意外 提供了新的解释 张军胜他有一个同伙吧 他有一个同案同伙 叫侯爱香 侯爱香他 给出国人员办出国手续的过程当中 因为钱的问题和出国人员 发生了纠缝 然后出国人员 就把侯爱香扭速到国安机关来 这个消息给了专案组很大的启发 经过分析 警方认为 麦当劳的侦察工作 被暴露的可能性不大 张某很可能是得到了侯某被警方控制的消息 害怕被牵连 才终止了犯罪活动 我们当时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 全都白费了 所以当时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 就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 专案组一方面暂停跟踪守候 等一切外围侦察工作 另一方面 协调威海市公安局 以证据不足为名 采取军事上欲擒故纵的战略战术 将侯某取保候审 故意制造出公安机关并不重视此案的假象 以此来迷惑犯罪嫌疑人 果然 一个多月之后 张某等人见平安无事 认为风声已过 所以又开始联系实施偷渡活动 我们发现张军胜又组织一批人 准备在4月的 2008年4月11号的时候 从牧野海的客运码头 偷渡上韩国去打工 当时的张军胜和陶景松他们 还是在北京 已经遥控指挥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 就趁着这一次 收我 所谓兵贵神速 收网行动一旦开始 指挥者的运筹决策 团队间的整体配合 都将成为最后取胜的关键 在专案组的有力指挥下 犯人员兵分五路 对危害 文灯 乳山 烟台 北京五地的舌头 同时展开抓捕 因事先策划周密 第一阶段的抓捕对象 全组归案 经突审 警方进一步查明了该案详情 确定林某 谢某 全某 和另外一名张某 为该案主要再逃犯罪嫌疑人 同时 我们也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在以色列组织 姻缘的两个舍头 一个姓邪的 还有一个姓令的 他们已经于2007年 下半年 已经返回过 秦贼先秦王 专案组决定 首先提中警力 对本案的核心涉案者 林某 谢某 事实抓捕 然而 由于分赃不均 已经归案的部分舌头 和林某 谢某两人关系破裂 互不联系 已经很久了 他们和他们关系闹僵了之后 他们的所有的联系方式 全部都换掉了 你根据以前的联系方式 你找不到他们 两个侦察组 分别开往 那个 烟台的来养 和福建 的福清 开展侦察工作 专案组赶赴烟台之后 通过谢某的父母和邻居得知 谢某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联系的方式也无人知晓 警方还了解到 谢某有一个女儿在当地上学 就想到了 从学校方面切入调查 然后我们到了学校去了之后 学校后我们说 她姑娘已经办退学了 办退学手续是什么 说准备办出国留学 这一线索为案件的侦察 打开了重要的突破口 我们又到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部门 去查了一下 她姑娘办那个护照的资料 在这个她姑娘办护照的资料上 找到了谢某的联系方式 根据谢某的联系方式 警方进一步了解到 她的家庭住址 原来谢某仍然在烟台的来养活动 同时正在筹办一家美容院 确定了谢某仍然的身份之后 我们又马上急于抓谢某 因为我们害怕抓到谢某仍然之后 惊动了犯罪谢某仍然 林归武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当务之急 就是要尽快确定林某的位置 在查明情况后 对两人同时实施抓捕 我们就把所有的案件信息 所有的案件证据 全部都摆在桌子上来 然后我们四五名侦察人员 真的仔仔细细筛查一天 然后终于啊 从那个盗案人员的记事本上 和他手机信息上 发现了这个林归武的信息 原来林某回国之后 就一直在福建家乡一带活动 专案组立刻派员 摸清了林某住址周围的 基本地形 这边村口 这边村口一进来了之后 它这边 这边还有一条胡同是吧 一个小道 后面 房子旁边有一条小路 他的这个房子 这边点那条小路是吧 完了之后 我们这边走 往这边有一条岔路口 那那条房子后有那个路吗 房后面有条小路 老人的话也能走 后面是景况山 这是下载的家 完了之后 他平时就住这个家 这的话就是他一半情况 早晨出来的时候 从这 从这 这条路下来 上去店里边来看 店里装就在什么程度 那要是咱要是守护比较后面的话 那里面有肯德记 可以是这个肯德记哈 2008年5月27日 危害边防干警 冰封两路 同时将整个偷渡团伏的 正在遥控者 谢某林某抓获 根据林杰提供的键索 专案组一鼓作气 迅速派员赶赴北京 将负责为偷渡人员 骗领出国签证的犯罪嫌疑人 全毛张某抓获 至此 案件的主要涉案者 都已悉数落网 而这些舌头的蜕变 也无不发人申请 这起特大偷渡案的 核心人物谢某 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子 一度在莱雅某菜市场上 靠倒卖海鲜为生 其命运转折点 是在2002年 偷渡到法国之后 大家都说出国赚钱 完了就出国 完了出去这第一次 被抓回来了 两年半后 谢某被遣返 结束了他的黑工生涯 然而 与大量偷渡者的接触 是他深谙众人 挤破头想出国的挤破心灵 便萌生了 自己做舌头挣钱的念头 当时就这么行 还是在干几年 干到 像我现在49岁 干到55岁 我这么行 养活老了 孩子足够了 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别人 我这个罪很大 我怎么刚才听那个警察 说 其实提出了 我这个人说 好像很大 其实这边有签证 那边有接的 我只不过在东京 切了个什么作用 他们都说没有罪 这不是罪 法律意识的缺乏 让谢某这样一名普通女子 走上了犯罪道路 而偷渡客们 往往因为利益的诱惑 不明真相的 就被舌头推入了火坑 他们偷渡的路途 非常凶险 每人身上只需去 带两瓶泡泡水 和一点吃的干 然后带着他们偷渡一次来去 在短短半年间 从这批舌头手中 走出的偷渡者 就达到一百多名 让办案人员深感痛心 第一啊 就是现在啊 想出国挣钱的老百姓 人很多 而且他们对国家的出境 出国劳务的法律法规 不是太熟 另一方面呢 人数之所以这么多 这些舌头 他们求财深切 事实上 偷渡客从踏上偷渡之路开始 就已经在为自己 面造的危机 把偷渡到国外去打工了 那你就打黑工 你的人身健康财产 都没办法得到保障 甚至有可能在国外都 失去了生命 死掉了 但是家里边人 甚至还很长时间都 得不到消息 都不知道 你的人在国外怎么样 这起偷渡案件 是尘埃落定了 眼眷沉思 我们不难发现 舌头虽然可恶 但如果没有一些人 盲目的出国梦 造成了这个偷渡市场 那么所有的不幸 也不会发生 其实这些偷渡客 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他们在舌头的花言巧语下 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 想要实现舌头为他们编织的出国逃机梦 然而恍恍不可终日的异国遭遇 毫无保障的黑工生活 甚至最终被遣返的结局 都让他们的美梦破灭 出国也许可以成为一种选择 但是如果盲目的以为出了国 就能够赚大钱 甚至不惜采用违法的手段出境 结果只会是得不偿识 有的甚至是很可悲的下场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和平年代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假留席卷全球 世界卫生组织将预警级别提高至最高级别 我国的疫苗研制工作进行到哪个阶段呢 我国已出现一千多例病例 为什么至今没有发生一起死亡病例 从第一例输入性病例到本土病例 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 今后不想哪个方向发展 会不会引起大范围传播 和平年代下期为您播出追踪假留